整個換了一下就不一樣 斷招 這個 大刀砍下去 可以 效果十足啊各位 有沒有看到 弱死的傷害居然是最高的 最高的 哇 今天呢 我們要來幫一個 觀眾見解 他現在已經推到了40隻 24喔 那他現在用的陣容 第一個是主力Juri 然後第二個主力將軍 第三個主力沙翼龍 嗯 這邊主力沙翼龍 呵呵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Gay 最後呢是春莉 那目前呢 我都還沒有下去做一個調整 那我們先來玩玩看好不好 先來玩玩看 一次要打5隊 一罐要打5隊 呵呵呵 好 開始 首先我們一定要能先搶到先手 那這邊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要放這個老頭的連招2 有點痛啊 有點痛 暈眩暈眩 這個打起來好像還OK對吧 還OK 控制 暈眩 直接踢爛 什麼打嘎打嘎 誰跟你打嘎打嘎 直接暈爆 OK 第一關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好再來第二隊的話 主力將軍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對吧 必殺技 弱死 必殺技弱死可以當作一個控制喔 然後 連招2的話 連招1是誰啊 連招1只能放小龍耶 小龍的連招1 只有一個火焰一傷 但是有機會可以允選 也有機會可以斷招 恩 那我們就用弱死的這個必殺技 然後連招1連招2連招3 OK來試試看 我們可以先等後手 那像如果有配這個弱死的部分我覺得就不用 不用讓他去放 欸 哭啊 有點沒搞清楚啊 不過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來 斷 直接斷起來 其實連招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弱死的齁 欸話說他這一隊也太強了吧 對不對 這個實力好像分配不均 這隊實力超強啊 終極夢魘 好 再來這一關的話 欸 這一關 這一關的話就比較簡單喔 殺一龍的話就是這個必殺技 連招1電狼 連招2 阿雷娜 連招3的話 殺一龍 來出發 阿兜元 阿兜元 欸 這 這個隊伍就沒有斷招了欸 斷 欸好像沒斷到 喔 有點痛啊 醒撲 對 醒撲 一直撲 治療一下治療一下 對 醒撲 呼呼 瞬欲殺 各位 OK 第四關了 嗯 第四關的主力是蓋歐 那主力蓋歐為什麼是擺下面 這樣的話我們就沒辦法去放必殺技 所以說連招的部分就是 蓋歐 必殺技 然後連招1可以暈眩 連招2的話一個範圍驅散buff 連招3的話就是蓋歐阻力喔 來出發 GOGO 來準備我們用斷招的方式 好 好 用這個去斷 哇太後面太後面斷不到啊 踢腳欸 好像不用斷了 我們還有這個奧義可以開喔 爛一下好再開 我好硬喔 硬邦邦邦欸 好 好再來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的話是春莉喔 那這邊連招的部分 連招的話就春莉 這個必殺技連招1阿貝爾連招2是這個毒藥連招3的話才是我們的這個春莉喔 Let's go 欸我是不是應該一開始 等一下 等一下 完了怎麼是最後一關打不贏阿 呃 最後一關看起來最強 怎麼 怎麼 要 要 全部重打 哭阿 對啊 最後一關春莉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難待喔 呵呵呵 看起來好像感覺最造不住的就是第三隊阿 是不是 結果沒想到 居然是第四隊 第五隊 嗯 呵呵呵 哇那他這隊要怎麼調整阿 是不是要讓他這個攻擊力給他過去一個 例如說我們要把這個這個這個換過來吧是吧 不然 這這關已經有這個將軍已經很猛了 這邊就上毒藥 這邊上毒藥然後攻擊加過來 是不是 但是連招一不可以斷阿 連招一的話還是擺後面吧 怕等一下斷招了 好 再來 最後一關的話 最後一關的話就上洛斯 洛斯的話要在場上喔 阿貝爾放後面好了 OK 這樣看起來應該蠻穩的吧 蠻穩的 他後面這些buff的部分好像也是可以再去做一個對調 例如說上面可以擺個封嘛 上面擺一封的話就變成四封 嗯 像這邊的話就已經有 這邊的話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去換一下 我們來把這些 支援角來給他下下來 像這邊我們就可以再上一個封嘛 再上一個封 我先來搞一下最後一隊好了 最後一隊感覺比較需要整理一下 那這邊已經三封了嘛 我們就可以再上一個四封 四封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可以隨便上一個魔王角 可是沒有了 沒有的話就等最後吧 再來這邊的話 欸這有魔王角欸 對吧 我們把他的這些支援角 先來做一個對調 他的這個帳號我是半夜開的 現在已經是半夜一點了 想說 先睡覺前開上來也沒有要拍片 就是先看一下 但我想說啊 不然我們就直接 直接還沒有研究就直接先來玩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蠻好奇的 本來沒有要拍片要準備睡覺了 好那最後一隊的話 我們就把一些無關緊要的魔馬 可以加防禦 然後 然後其他隊伍的部分這邊是已經 兩雷了 那這邊可以再上兩雷對不對 好讓這邊湊成一個四雷 OK 好再來 第三隊的話 已經三雷 欸還有雷嗎 直接四雷啊 直接四雷 好再來這一隊的話 欸這一隊有點混欸 先不管這一隊 那這一隊的話 還差一封 對不對 一封 放個坦好了 好這樣就有了 再來這邊要怎麼搞啊 兩封 兩封 其實他有Cody耶 我是想把他這個Cody放上去 不過 他的這個道館已經滿人了 已經滿了 所以說也沒辦法 其實放毒藥好像沒有什麼太大意義耶 感覺放一個這個樣都比較好 放毒藥的意義不大 那這邊的話 再上一個封吧 對啊 反正也沒差 拿個三封的一個buff 好啦就這樣了吧 就這樣了可以夠了吧 那我們這隊比較弱 比較可能需要斷招 所以說 我們技能來做一個配置一下 像D隊的話這個可以斷 然後這個 這個人的必殺技也可以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幫他交換一下位置 變成說我們可以用這個 用他去斷必殺技斷招嗎 在這一組太強了 所以說 這個斷招技能感覺也沒放就贏了對不對 也沒放就贏了 所以說我們把這個斷招技能拿來放在一些 比較可能會翻車的陣容吧 好在第三隊的話我們這邊可以再幫他放一個 其實剛剛第三隊好像也有一點不穩對不對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不穩 不過整體來說還算可以啦 還算可以啊 這隊就不用了好不好 一個必殺技都不用丟了 好啦就這樣吧 出發 開戰了各位 4倍速要不要4倍速 等一下他們哦等一下他們的氣好 丁斷 哎有沒有斷到哇失敗 好再次哦 斷 又沒斷到 這單體斷還需要機率 真的蠻難斷的 好再一次哦 好像不用了 我就直接把他秒了就好了 嘿嘿 哇 愛親親哦 再來第二隊 Let's go 必殺技 來準備斷哦 斷 沒斷到 哇我的瘋狼被秒了 撐住啊 撐住啊至少讓我接到連招三 再接一次 好再來第三隊 啊 哇哇有點危險補一下補一下 好反好反哦綠帽哥 好在第三隊 好在第三隊 第三隊可以拚斷招嗎 斷 有斷到嗎 不斷了不斷了不斷了不演了 直接噴死他們就好了 雙凱爾 哎呦 沒什麼問題啊 整個調整過後打起來好像更輕鬆了 ok 又到我們這最後一隊了好不好 最後一隊 這應該沒問題吧 這應該這應該有這個弱石家 黑肯就直接秒殺了吧 不要再開玩笑了 可以拿來斷招好不好 我們斷一下好了 我怕怕的 撐斷 好再一次哦再一次哦 哦整個換了一下就不一樣哦斷招 哦 哦 哦這個 大刀砍下去可以嘿嘿 效果十足啊各位 有沒有看到 弱石的傷害居然是最高的 最高的 哇 還高到不能再高了 看這個弱石的輸出 搭配這個黑肯 根本是天衣無縫啊各位 哇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好那我們之後呢就會陸陸續續的拍這一系列的影片好不好 幫他推圖 反正這五隊其實玩起來還蠻動腦筋的哦 阿貝之後呢會來幫他整理一下 好究竟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把這個整個帳號的效益帶出來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這間影片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對你們會有幫助 那麼有其他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由下輩們 下集再見 掰掰 嗚呼 喔喔喔喔 看一下看一下 喔哈哈 真的假的這個拉掉喔 喔喔喔喔 哇嗚嗚 我的天啊 哈哈哈 喔喔喔喔喔 呵呵呵呵 真的假的,這個房子 這麼的脆弱 欸我想一下 社區服務啊